台北市西门町知名的连锁旅馆遭到歹徒恐吓 扬言要引爆炸弹 早上的8点多旅馆收到的恐吓信 声称已经在旅馆内安装了三颗遥控炸弹 业者如果不付2000万 下午1点半就要引爆 警方大阵仗前往搜索 最后没有找到爆裂物也没有真的引爆 追查邮件的IP位置来自美国加州 不过嫌犯到底是谁 警方还在追查 经常有炸弹恐吓 而且就在人潮聚集的西门町 警方可不敢大意来回仔细搜索 任何角落都不放过 逛街游客惊恐慌张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原来嫌犯锁定的就是这间知名连锁旅馆 我没有听说这件事情 听到的感觉我也没有说害怕 业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内容写到已经在旅馆放置三颗遥控炸弹 要求要交出2000万元 而且还下最后通牒 将到下午1点半没联系就会直接引爆 面对突如其来的恐吓信 警方不敢大意 但又怕惊恐到旅客 并没有全部疏散 一查找到邮件发送IP 竟然是在美国加州 这间旅馆位在西门町精华地段 楼下四层是百货商场 楼上六层才是旅馆 不只经过的游客多 也有许多国际观光客入住 这回却收到了勒索恐吓信 嫌犯是谁 动机是否单纯只是为了钱 全都还是问好 针对那个IP的部分 还有一些邮件信箱的那个逆称 还有一些那个email的账户 我们在持续清查调查 年杰章近西门町人潮大爆满 这时候经全炸弹恐吓恶作剧 难免让人 先走走 记得胖威养好 特别爆的